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早晨 来到5月24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中微证券研究部 執行董事王维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vi 早晨 阿姨 昨晚看到NVIDIA业绩之后充高 但都帮不到美股整体气氛的表现 看到道指跌了600多点 恒指日期都受到拖累 跌了200多点 所以今天都看着港股 是否会继续调整 还有有些焦点业绩 公布了之后 例如小米、网易、Bilibili 我猜今天表现如何 会否受到影响呢 等下Ravi也要和我们分析一下 焦点业绩的表现 阿里终于确认了 会发行可换股债 因为昨天传出消息后 股价跌下来 所以看到大家有什么焦点 股票想问 或者什么个别股票研究 都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有节目留言区留言 订阅你的名字 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最新多项数据都反映 经济持续强劲 勞动力市场仍然紧张 市场预料联储局推迟减息 即使芯片股 龙头NVIDIA 跪跡之后 股价突破了1000美元 创新高 但都未能改变 美股全线下跌的局面 波音预告消遣 钱股价急削超过7% 带领工业股收额 拖累到美股急創 道指美短跌不扩大到645点 收市仍然跌了605点 报39,065点 标指和纳指破顶之后倒跌 标指曾经升大约0.6% 收市倒跌0.7% 报5,267点 纳指一度升超过1% 收跌0.4% 报16,736点 美场债息先跌后回升 撼4.5离关 美会指数一度受压 其后回稳到105水平 金价手一度跌大约2% 马焦点美股方面 Tesla跌超过3% 苹果跌2% Google和Amazon跌超过1% Meta跌了0.4% NVIDIA 英伟达炒高了1.2% 首次突破1000美元 收市仍然有大约9%的升幅 AMD和英特尔跌了3%至4% 总概股和ADR的表现 公布规则的网易交股 升4.6%至宣布147.98% 阿里巴巴宣布发行 可换股票据集资 美股跌了2% 但相对于港股的收市 升0.3%至宣布78.88% 腾讯、京东、美团 都比港股收市跌超过1% 腾讯报377.2% 而汇丰控股ADR 折讯报68.41% 比起本港收市价跌0.9% 友邦跌0.4% 港交所和健康跌超过1% 比亚迪跌2% 今早还有外围市况 看到导致期货暂时存定 39,179点升26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 普遍都要跟着昨晚美股的跌势 日本股市跌1.5%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38,506点 跌597点 至于南韩股市跌1%以上 而澳纽市况跌幅大约跌近0.9% 看完恒指黑期的情况 港股今天有机会 可能都要继续调整 因为黑期跌100几点 跌近200点 先和Robbie聊天外围的消息 美国昨晚都公布了 几多行经济数据 大家看着 5月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PMI 超出预期 上星期首领涉金人数 也比预期少 好像都看到 美国经济的部分 是不是都继续强劲 所以好像跟上星期的气氛 又不同了 减息月期又降温 美股昨晚的跌势也挺明显的 即使NVIDIA很强 也救不了 因为上一轮的调整可能不够 又再衝上来 今次要不要再长一点 或者显著一点的调整继续 当然我觉得暂时来看 可能会相对有审辰一点 但是你说是否有一个很大的下跌 那这个我觉得都是继续要看着 因为正如你说 其实市场真的可以变得很快 当然了 昨晚跌 最主要是传统类股份 看到DAO那边跌得比较明显 其实你说NASDAQ 或者标普 其实都曾经是再破领 但是DAO就永远跌得急 那当然有部分的一些 类似工业类股份 刚才说的 可能波音那些 有部份下跌 那这也有一个拖累 而年代 我想过这段时间 即是美股再冲上去 破顶的那些因素 其实都正如刚才说 就是人民炒进去减息的预期 近期又曾经升温过 但是所谓的升温 其实就很有趣 不是说对于减息的幅度升温 因为其实本身 就算近期说 又再重新充减分减息也好 其实你看过去的 都是看年底预期的利率的水平 其实都是估计今年减两次 其实跟之前是没有变的 即是回复几个月前的预期 是的 其实没有变的 只不过就是那个时间点 推前了 就是之前说减两次 可能第一次是11月 之后是12月 但是近期所谓炒略 减息的那个充减升温 其实只是将11月那次 搬到9月 就是提前了 但是都是两次 那其实总体所说的 是否真的等于大家 对于减息的憧憬 又再炒得很强烈呢 其实根本上就不是的 那所以那个折弹 已经冲到这么高的时间 那这个一定是会这样 在一旦的转之下 那个的汇调压力就会大一点 那还有因为过去这几天 你可以说整个美股市场 其实虽然那个点数是强的 就是对上的几天都是高位 但是当时的波幅已经是很小的 或者是比较黏的 比较静的 如果你看到VIX 其实它创到很低的水平 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很观望的心态 你可以说等NVIDIA 没错 很多人要看 很多人不敢动 那所以当出来之后 那么自然的波幅走回大一点 其实是很静路的情况 那所以我想几个因素加起来 令到整体有所调整或跌幅 是明显了多一点 那还有我想另一个小心一点的地方 就是因为昨晚 特别都烂了NVIDIA 那它真的很强的 股价方面 而成交也很强的 其实它单只的成交 是900亿美金一只 那其实是 如果以那个量来计 是昨晚美股排第二至第十名 那个交易量的总和 NVIDIA更多 但是问题就是 多那么多也好 是差不了整个市 就是市都是要借势下来 那这个我想都要小心一点 就是在短期 譬如假设这几天 可能还是对于减息个预期 又好像之前那样调回转炒的 可能继续降温多一点的 其实市再调整多一点 不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 唯有是这样看着这个 就是大家对于减息个预期的变化 那所以就 你说这些位置 不太建议那么快 又去重新拼回先 譬如你可能道指为例 看看没有机会 可能真的下回去 譬如过去那一层 就是对上那月的低位附近 就是你可能下回那些位置 你就算不是当它继续上了 可能炒着它上落了 那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这些可能第一棍下来的话 那我想这么快 就未必是确认是完全结构了 明白 所以就暂时 可能等一等官网多一点 港股其实这几天正在调整 先总结一下港股上的表现 转后就问Rafi 如何看港股的情况 看到昨天 港股也连跌第三天 失手了万九关 大型方网股拖下的大市 恒指低至171点之后 跌幅扩大 曾经跌超过400点 目减18776点 全日跌326点 周报18868点 跌到两个星期的收市低位 成交价1299亿 麦科指跌2.4% 报3896点 市场关注阿里发行可换股债 股价跌5% 京东再跌4% 网易业绩前跌超过7% 快搜季积好过预期 估计逆市升超过1% 联想业绩之后曾经破顶 五大收市未跌 内房股继续回吐 雅居落跌超过8% 北水盘路南 北水淨流入的情况持续 全日录得35亿1千万的淨流入 个股方面 北水主力流入中行 中行吸资11亿3千万 盈富基金和中石油分别 吸资4亿8千万 及2亿5千万 而个股正流出方面 美团和腾讯分别走资1亿1千万 及2亿4千万 中移动走资8千万 继续和Rabby谈谈谈 港股市况 恒指三年跌 三日累跌了七百多点 我看到有部份 蓝筹跌幅比大市更多 都跌得很急 现在再加上 美国的减息预期降温了 尤其美股昨天有跌得很急 港股短期是否要继续调整 先要看哪个支持位 上方阻力又变在哪里呢 当然暂时都是继续一个回调的格局 一方面我想最主要都是 之前充得很急 由上个月16044年开始计算 近期最高19706年 其实差不多高低是3千7百点 我想大家都懂得计算 升了三千多点 你回回1千 其实很合理 可以帮我吧 好 有谁 救人 每晚会 中文 我 看到 你 对 相便 对 我 有